好,我来可以报一下2023年的6月19号的一个AI的学习进度 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因为你发现很多东西都缺 然后我准备搞一个有GPU的环境 然后我有一个VIP学院给我发了一个计算卡过来 现在还在路上 然后服务器我也在准备 所以说我想,因为我确实有些在买要调 所以说我想说AWS上申请一个 然后我在AWS上去申请的时候 现在行了,处理得还挺快 我就搞了一个,我查了好久 就查哪些它的实力会有这个GPU 然后我查了一个 然后我发现我拉不起来 因为默认AWS给我限制了 所以说后来我又给它开了一个case 让它允许我用这个G系列的这个类型的实力 还行,我觉得好像就没花多久 因为我忙其他的回来 然后他就给我搞定了 然后刚刚我就把它拉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 就是我给它拉起来了 准备在这个里面做一些Python代码的一些调试 开始的不允许 带这种GPU的都不允许拉 不知道为啥 我做了一个申请 然后一会就批了 批了之后 我刚刚给它拉起来的 OK,我看这个实力类型叫G什么玩意来着 拉,这支IP地址 这不对,就这个类型 就是这个是带GPU的 好吧,这个我现在没有事啊 一会我录完这个录像 我再去试试看看 看看昨天我跑不通的代码能不能跑 这个也花了点时间 就是查实力类型 然后发现申请不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司科这个大哥 司科这个大哥讲的一个 他自己搞的一个叫做Network GPT 这是司科的这个Live上面的一个汇报 只是一个汇报 我想看看他的效果 好吧 然后呢这哥们呢是自己开发的一个GPT的插件 我感觉挺好玩 我想自己愣一个 然后呢我发现我又弄不了 然后呢发现这个ChatGPT plugin 虽然说我是Plus 然后呢我也能用插件 但是我开发不了 我发现他这个按钮我没有 然后呢我又去查 这为什么我会没有 然后呢发现又要申请开发者权限 然后呢我又找到 我找了 我就找到开发者权限申请 然后我就申请了 好吧 然后呢明天如果说他批下来 那明天我可以试试照着开发 我感觉开发难度并不大 我大概了解他的套路了 好吧 这个又又费了一些时间 然后反正每天我去 我学习一个多小时 那不要不 最好不要超过两小时 所以今天准备要收了啊 然后呢我来说一下这个录像 这个录像呢 我觉得他这个玩吧 一般般效果 好吧 前面那些就不重要了啊 这哥们开始呢 就首先他调用了他的那个插件 这哥们声音小点 就说他搞了一个插件 他能够 他这个插件就是说 相当于是 你弄了插件之后 然后呢你本地做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你输个链接 我记得他是输个链接 就能够Local Host 然后连接到本地的服务器上来 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他聊天 然后呢发 然后呢他 他就能够发请求到你本地服务器 你本地服务器呢 去查询你的网络设备 然后呢就能够通过这儿聊天 然后呢就能够用一些自然语言 然后呢就能够去查网络状态呀 就这些玩意儿好吧 我给你看看他的效果吧 好吧 这个他 他输了吧 就是连接本地 他反而做好了 连接本地的 他有几个配置文件 这也废话不要了 这也废话不要了 这些废话不要 他有些介绍 没有 好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他好像说 他说你帮我看看 是不是什么接口 接口档了 在这边 他有开发插件的权限 然后呢 本地起了一个Jungle 然后呢 接收 接收这个ChatGPT的请求 ChatGPT那地方呢 他要去设置 他能够连接到本地服务器 连接到本地服务器 本地就是一个Jungle Jungle提供 他到Jungle响应 Jungle给他回应 好吧 Jungle能够去 跟网络设备 跟DNA啊 这些联系 然后呢 采集一些数据 或者说PYTS 采集一些数据 或者DNA的一些数据 然后采集回来 然后回给这个 回给Jungle Jungle再回给这个插件 插件 那个联系 这个本地的Jungle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说 这个GDP吧 基本上我认为的 主要任务就是说 能够去理解自然语言 然后呢 能把自然语言 去转换到一个 相应的 一个API的调用 去找到这个Jungle 然后Jungle 去找网络设备 然后 其实他主要是做 自然语言的 相应的处理的 主要是这个作用 然后呢 看一下那接口 有没有DNA 然后呢 他就查了 然后呢 就查到了几个接口 有几个接口 是DNA的 然后呢 我会用自然语言 会告诉你 哪些接口是DNA的 哪些接口是UP的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啊 他就能通过自然语言 能够知道 看看哪些设备是DNA的 好 然后 这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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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他 他好像是说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 说能不能把那个接口 给我打开 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像说 能不能把这些接口 给我打开 然后呢 这个 他自己开发这个插件 叫LEDGDP呢 就给你去下当了 你看他刚才2号口 3号口 好像开始是DNA的 然后呢 现在呢 他就给你 No shut down了 No shut down了 然后呢 No shut down了之后 就是 No shut down嘛 就是网络 不是说马上就有人起来 不是马上就有人起来 然后呢 开始这个 其实还没有起来 然后呢 GDP还会告诉你说 可能是有什么网络 现在没接 这那七八糟的 这哥们说 不要着急 可能再等会儿 然后呢 他说你让GDP在 他又聊 说是不是再刷新一下 你再刷新一下状态 然后呢 他这个插线又在查 查了之后呢 一会儿就up了 你看他就起来了 然后呢 IP地址也看到了 就这么个事儿 我看还有什么 不等会儿啊 这还是这个接口 还在刷 起来了 他要看他要查 就是他 他也能够帮你去查日志 就是查日志里面 刚才他不是下转去当了吗 他想在日志里面帮他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跟接口 接口行为相关的 那些那些事件 他这个令牌超 令牌超了好吧 我最近令牌也总超 因为我过程前应该把令牌的 因为我现在好像还没有付款 好像还是有限制的 然后呢 他应该就能够看到说 这个多少啊 好像能够过一会儿 这个过了 他好像过了 然后呢 他就开始查 好像这个在让他查 低音AC里面的一些设备 然后呢 希望你的ChalletGPT 给他做一些描述 我觉得他GDP 就是说 我觉得他一个好处在于说 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去问 然后呢 那边其实返回过来的 那边返回过来是数据 是一些JSON的数据 然后呢 这个GDP呢 又能把JSON的数据呢 转换到自然语言 我觉得就是自然语言 转换到API去请求 然后那边回来的数据之后呢 又基于数据 转换到自然语言 给你描述 我感觉好像就这个意思 你看 他本来是一个JSON的数据 然后很大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他又给你转换到自然语言 然后呢 让你看得更舒服一些 就这些吧 他说你看 他说请你去了解一下 他的这个 Lexus 他的Fabric 然后呢 把一些 把认为 把认为一些重要的东西 给我标记起来 就是说 哪些重要的东西 他用自然语言 给你描述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如果有API调用的话 这个接针的数据会比较麻烦 人类看起来 确定费劲 然后呢 他会帮你做一些重要的摘要 比如说哪些是有问题的呀 哪些是健康的呀 你看 他会给你做一些 基础的一个摘要 然后就没有了 基本上就这些 好吧 那么我觉得 首先第一个插件开发 以前好像 我也不是太清楚 然后今天发现 是可以开发的 然后呢 我又去 发现我开发不了 然后我又申请了 一个插件的申请 然后呢 我也找了一些 我也找了一些 我觉得一些文章 如果说申请下来的话 我会照着这个文章 去测一下这个插件的开发 然后呢 他这个玩法呢 我也基本上明白了 就是说 其实就是自然语言 到API调用 API的数据回来 然后再转换到 自然语言的呈现 然后中间呢 就是他可以 插件可以连接到你的 Jungle 你需要提供一个API 然后呢 你再 Jungle再去查 真实的网络 大概就这个玩法吧 好吧 我觉得基本上玩法我理解了 然后呢 怎么开发我也理解了 现在我在等那个东西 等那个开发者权限 好吧 好 今天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每天我差不多花一个多小时 大概都要 每天都要要求自己去 这个 当然我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 一会儿还有很多的事要办 我们的这个 VIT的课 Palo Alto的Sase 我也一直在忙 好吧 感谢观看